我们来看第十题 平面上有3点A点坐标E3 B点坐标3K C点坐标51 如果AB相量垂直AC相量 则K的值为何 要听没事呢 那么给我们平面上的ABC3点 而且AB相量跟AC相量垂直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计算AB相量 所以AB相量就等于 B点是中点减掉起点A点 所以S分量是3减掉1我们得到42 Y分量是K跟3相减 所以是K减3 接着我们再来计算AC相量 所以是C点中点减掉起点A点 那么因此S分量是5减1 我们得到是4 Y分量是1减3 我们得到是-2 那么接着题目说 如果AB相量跟AC相量垂直 所以AB相量垂直AC相量 两个相量互相垂直 它的条件就是AB相量 内积AC相量的值就会等于0 那么因此AB相量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所以AB相量是2K减3 内积AC相量是4-2 那么内积就会等于0 我们根据内积的计算方法 2乘上4我们得到48 再加上K减3乘上-2 那么因此就是-2 那么再乘上K减3等于0 所以48我们把-2乘进来 那么因此得到是-2K 互负得正 所以加6等于0 把2K我们移到右边 那么因此2K的值 就会等于8加6是14 所以我们计算求的K的值 就等于7 所以题目要来求K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K的值等于7 选项D7 那么因此选项D 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计算结果的值得到1 2K的值得到4 感谢观看